宝可梦里最强的九种神兽专属招式 1.画龙点睛 画龙点睛是猎空座的专属招式 也是飞行系里数一数二的高威力招式 并且这个招式还是满命中 比起古拉多和盖欧卡的断崖之剑 根源波动要更加稳定 但或许是为了平衡 所以画龙点睛的副作用就是会分别降低一级防御和特防 简单来说就是猎空座倘若用画龙点睛没能解决对手 那以猎空座这四倍弱兵戏的身板分分钟就得被收拾了 而且现在如果还是超进化时代 那猎空座还能凭借画龙点睛直接超进化 目前为止能够不用超进化时超进化的仅有猎空座 当然没有了超进化的猎空座是真的比不上两个小弟了 2.大地掌控 大地掌控应该是目前增幅最强的招式之一 能够媲美的也就只有复古和引火 当然引火还算是小儿科 毕竟能够像大地掌控这样分别强化特攻 速度和特防各两级的只有哲尔尼亚斯独此一家 因此在第六世代和第七世代的时候 哲尔尼亚斯还是非常热门的 不过大地掌控的缺点就是需要蓄力一个回合 要是中途被拍落道具或者是被换掉道具 那大地掌控就很难再有机会发动 不过要是伤大 那还是能够通过队友来掩护完成进化的 只可惜到第八世代 哲尔尼亚斯碰到了一身之敌苍响 这也导致哲尔尼亚斯直接变得无人问津 出场率比起曾经的手下败将伊培尔塔尔都要差多了 3. 暗民强击 水流连打 暗民强击和水流连打 分别是一击流 连击流 武道雄士的专属招式 他们最大的特点就是看起来伤害不高 实际上却能够必定击中要害 而击中要害最强的地方就是能够直接无视能力变化 以及无视反射臂 光强和极光木 然后再搭配上自身的无形拳 基本上很难挡得住他们的攻击 在伤害上暗民强击会稍微高出水流连打一点 不过水流连打的是分成三弹攻击 也可以用来专门破掉对方的气势皮带 当然了 要是在雨天下 水流连打的威力还是挺高的 4. 巨兽斩 巨兽弹 极巨炮 这三个招式是第八世代苍响 藏马然特和无极泰娜的专属招式 除了高伤害外 他们还能对极巨化宝可梦造成双倍伤害 也就是说 在没有了极巨化后 那么这个效果其实就和没有了差不多 所以这其实算得上是版本现实福利 可即便是没有了几句话 那苍响该抢的还是很强 毕竟自身足够完美 可放在藏马然特身上 那就有点不行了 毕竟他是真的很拉垮 要是没有几句话了 那就连巨兽弹唯一的作用也给剥夺了 而无极泰娜就要稍微好点 但比起苍响来说还是不够看啊 第八世代有罕见的四之一机神 既然说了前面三只 现在就得提一提后面出现的雷冠王 雷冠王这只宝可梦可以说完全不逊色苍响 甚至可以说强度在未来会超过苍响 首先他厉害的地方在于不锁道具 也就是说他的搭配会稍微灵活一点 其次他们的专属招式心碎或雪茅 也不会因为世代变更而发生改变 毕竟这两个招式本来就没有附加效果 而且威力还是高的不行 再加上满命中和你能够对情 弹牙之剑和根源波动 在他们面前也都只能算个弟弟 他不夸张的说 心碎和雪茅应该就是目前最强的神兽专属招式 毕竟这是真的太简单粗暴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